今天要给孩子蒸点包子 第一次蒸这个芹菜馅了 因为没做过 第一次做雪做餐 好吃不好吃 嘉宜待会尝尝 行 倒点香油 先把这个芹菜的水分锁住 把它均匀 你轻轻信问我的脸 说是宝贝晚安 是你带我走进这世界里 感受多自多才的美丽 像着光芒样感走向前 芹菜馅好了 只是梦想不远放弃 是你用来为我刀风雨 无论不止点点滴滴 感恩在心底 我会更努力 真心生命的意义 用心撑走奇迹 我的妈妈已然四十多岁 她为我们这个家奉献了太多 妈妈每日在家洗衣做饭 无比辛苦 她不仅含辛茹苦地养大了我和弟弟 更是用默默的行动 诠释着她的伟大 记得小时候 爸爸在北京工作 妈妈在天津 独自扛起照顾我和弟弟的重任 每天清晨 五点的钟声还未敲响 妈妈就早早起床做饭 而后先送我去上学 再匆忙赶回来送弟弟上学 这样的日子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从未间断 妈妈用心营造着温馨的家庭氛围 让我和弟弟在充满爱的环境中成长 她的每一个决定 每一个行动 都为了这个家的幸福与美满 她的付出从未求过回报 总是在背后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 却有着无尽的温暖 妈妈 我真的无比感激您 是您给了我生命 陪伴我成长 给予我良好的教育 培养我树立正确的三观 我永远爱您 您的恩情我会永远铭记于心